監視器畫面拍到 頭戴鴨舌帽的男子 翻案前還不斷低頭 傳LINE給前女友 威脅對方再不主動聯絡 就要對他不利 沒想到男子傳完恐嚇訊息的下一秒 就真的朝前女友家丟止汽油彈 瞬間引發的火事 把樓梯間和大門燒得一片焦黑 住戶嚇壞了 趕緊跑出來查看 還好左林又是幫忙 第一時間就拿面火器 將火事撲滅 才沒有造成延燒 警方案發後隔天 就在路旁將人逮捕 男子坦承犯案 宣傳不甘心 對前女友的付出 換來一場空 才會憤而縱火 交往兩三年來 在這個女友身上 花了大概兩三萬塊 雖然詐經之下 這個金額不是很多 但是這個嫌犯 他是以在工地 打工的這個方式謀生 所以他自己也覺得說 他對這個女方相當的慷慨 警方調查 三十八歲的王姓男子 擔任油漆工 和前女友交往兩三年 自認交往時 對女方非常慷慨 今年六月兩人協議分手時 男子就曾經因為毀損 前女友住處的門鎖遭通緝 沒想到他事後變本加厲 竟然還跑到前女友家縱火 以這個三秒交 封住這個被害人住處的門口 還有機車大鎖 限制他的行動 還好火事沒有造成人員傷亡 但只是因為不甘心交往時的金錢付出 就要縱火燒房子 離譜行徑 讓這名恐怖情人 必須為自己的行為付出代價 記者賴館長包經營台南報導